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老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来自于岛国日本非常特殊的摩托车比赛 参赛的选手不是赛车手 而是来自于日本全国各地的骑警 比赛用的摩托车也都是超过了500斤的公升级重型摩托车 这个比赛全称叫做日本警察摩托车安全骑行比赛 自1969年起每年的10月份 在日本慈城县的日本安全驾驶中心举行 至今已经举办了50届 这个比赛由日本全国各都道府县和皇宫警察本部 选出的大约190名白摩托车队员参加 这里要向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白摩托车 日本的警用摩托车有白摩托和黑摩托之分 白摩托的全称叫做交通取地用自动两轮车 基本都是750cc以上的大白辆摩托车 主要用于交通执法 它的涂装以白色为主 服以一些简单的黑色条纹 车头的黑色挡风玻璃上有白色Police字样 表示低去的汉字则印在白色边箱两侧 前些年保有量最大的警用摩托车 是本田的VFR750P和VFR800P 最近几年更新后都换成了公升级的车辆 2004年开始入列林木的GSF-1200P 2009年开始装备奔田的CB-1300P 也就是车友常说的13仪 2014年开始配备亚马哈的FJR-1300P 这些车的型号后面都有一个代表Blitz的P 因此和民用车型也有很大的不同 每辆车的重量几乎都超过了260公斤 另一种黑摩托 它是专指黑色涂装的警用摩托车 比如一些派出所自然巡逻用的小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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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注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